现在夫妻当拍电影还是很常见 例如杨子和黄圣衣拍的《中南保镖》 杨幂和刘凯威拍的《高主爱》等等 自然比平常人拍起来多了一分默契 一些特殊戏份也不至于太尴尬 就在最近邓超与孙丽和拍的电影《水墨大戏》 即将在9月30日在中国上映 该电影整体呈现出了黑白的色调 单宣传海报来看 上次给我这种感觉的还是实面埋伏 由张一某导演指导 还未上映就好评不断 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该剧讲述了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 替身从小就被囚禁 他不想做别人手里的武器 想冲破枷锁 找回自我的故事 替身自古时候人称影子 影子的作用就是必须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替主人驳回一命 影子又必须与真身互为一体 另旁人真假难辨如同鸾声 有意思的是在剧中邓超一人分尸两脚 两位男主角静周 和子余体重相差四十剂 时而销售时而建树 很难想象会怎样演绎出来 影所有的服装 道具 场景进都呈现黑白感 很像中国水墨化的感觉 第一眼带给人很凝重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邓超和孙丽 经常会在微博互动 甚至是互对 邓超也是一个很爱自黑的人 一个这么皮的人 真的很难想象严肃拍起戏来会是什么样子 其中女主角将由我们的娘娘孙丽饰演 在片中扮演子余的妻子小爱 小爱在剧中和子余 静周两人的画风差别很大 一个对抗一个温馨 不知道最后小爱会选择谁 在剧中配角由关小彤 郑凯 王前元 视野 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据说中间还出现了很多小插曲 比如他们在张思边村拍外景中 拍语戏的时候 泥水不小心溅到关小彤脸上 大家还独以为她会发脾气 赶忙上去想帮她擦掉 只见她用手摸了一下 便开始哈哈大笑 据说也是一位很爱笑的女孩呢 而王前元则被工作人员评论说 工作起来很投入 导演一喊开拍 她很快进入角色 不时为一个演员该有的样子 光看预告片小编都头皮发麻 张钊先生还称赞领 无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叙事方式 人性挖掘 都是张艺谋导演职业生涯中的优质作品 在往年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中 也不难想象她这部影 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震撼的效果 还是张钊先生的好看 我来说 我去说